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彼得后书 第二章一到十一节 第一节 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 彼得说假先知或者错谬的教导 这个异端邪说 从自古以来就有的 所以彼得说在从前 就是旧约时代 后来彼得会提到巴兰 这个假先知的例子 从历世历代以来 一直都有错谬的教导 异端在以色列人当中 那当然在教会里边 也会有假师父 这个蛮特别的 我们留意到启示录 约翰提到教会会面对邪恶的政权 我们在启示录12章13章看到 一个海兽 一个帝兽 从海里面出来的海兽 在彼得前书就是谈到 这个逼迫教会的政权 邪恶的政权 那么还有帝兽就是指的 错谬的教导假先知 这个就是撒旦惯用的计量 从古至今都是这样的 彼得前书在回应这个海兽 在彼得后书呢 在回应的就是帝兽 就是错谬的教导 那这里讲到这个假师父 就是假先知了 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 异端我们现在的认识理解 就是说他听起来很像基督教 很像耶稣的教导 但事实上他不是 他是错误的 他是引诱人陷害人的 连买他们的主 他们也不承认 这个买是买俗的意思 这些异端看起来 好像是很基督教 可是呢 他们在本质上呢 是否认买俗他们的主 等于是否认耶稣的 否认耶稣的作为 否认耶稣的教导 自取素素的灭亡 他们的结局 第二节将有许多人 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 邪淫的行为 就是自我放纵的行为 便叫尊道因他们的缘故 被毁谤 他们自称自己是基督徒 他们也以为自己是基督徒 但事实上他们对信仰的理解是 有偏差有错误的 这也让我们知道 为什么彼得在第一章的时候 念之在之的提醒 信徒要在信仰上成长 使我们呢 因着更加殷勤 在所蒙的恩召和拣选 坚定不移 在信仰上的成长 紧紧抓住神的话语 你们若行这几样 就永不失脚 我们可以丰丰富富 进神的国 第二节讲到呢 将有许多人 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 彼得也预见 会有很多的信徒受影响 那么这些自以为 自己是基督徒 可是呢 他们的行为却是自我的放纵 很多的邪淫 那非信徒呢 就看这一群假基督徒 以为 哇原来基督教都是这样 所以这里就说 辩教真道 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很多时候我们 在非基督徒面前 没有好的见证 会使得人 有机会来毁谤 我们的信仰 第三节 他们应有贪心 要用捏造的言语 在你们身上取利 这里讲到 这些假先知假师父 他们的动机是贪心 所以他们的话呢 跟前面 彼得说 是亲眼见过他的威容 亲自听见 有从天上来的声音 有先知更缺的预言等等 不一样的 这些假先知假师父 他们所传讲的是 捏造的言语 他们自己发明的 他们自己说 我听到什么什么的启示 我得着什么什么的奥秘 这个是错的 他们的动机是贪心的 目的是要在你们身上取利 取利不单单指着金钱 特别也是指着掌声 肯定 或者人的奉承等等 他们的刑罚 自古以来并不迟远 他们的灭亡 也必数数来到 数数来到 原文是不打顿 好像上帝在睡觉 好像没有工作 他说 彼得说 他们的灭亡 必数数来到 为什么彼得这样讲 因为我们从后面 第三章的第三节 第一要紧的 该知道在末世 必有好计较的人 谁从自己的私欲 出来计较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因为从业主睡了以来 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 人是一样 所以这些假师父 他们教导一个道理 就是没有审判 主不会再来 不会有审判的 所以你现在应当 要好好地享受你的人生 所以他们带来的是 在道德上 好像不用再被枷锁了 你可以完全地自由了 可以完全地 有邪淫的行为 可以自我放纵了 可是彼得在这里 要告诉弟兄姐妹 你看见他们好像 没有受审判 不是的 这个假先知 假教师 假师父 自古以来都有的 我们之前研读耶利米苏 也是有很多的假先知 假教师 彼得说他们的灭亡必数数来到 他们的刑罚 自古以来 从以前以来 并不迟言的 所以彼得就举了一些的例子 来说明刑罚必定来到 这个是从消极的角度来提醒信徒 你不要被他们吸引 他们的话很好听没有错 但是是他们自己捏造的言语 你要自己会判断 而且呢 他们的结局是灭亡 你不要跟错人 彼得怎么样举例呢 第四节 就是天使犯了罪 神也没有宽容 彼得的意思是说 这些假先知再怎么厉害 也没有天使 有能力 但是就是天使犯罪 神也没有宽容 曾把他们丢在地狱 交在黑暗坑中 等候审判 所以就是天使都要被审判 那么一个假教师 怎么可能不受审判呢 第二个呢 例子是什么呢 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 临到那不敬前的世代 这里就是挪亚 盖方舟的时候 在上古的世代 在那个世代怎么样呢 哇 是所有的人都犯罪 所有的 整个世代的人都得罪神 那只有 挪亚一家 却保护了 传异道的 挪亚一家八孔 这里在讲什么呢 就讲说 所有的人 都陷在罪中 会不会就使得上帝就范 上帝就不审判了 没有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神 第一个例子讲到 就是天使 这么有能力的天使 神也要审判他 何况是假先知 第二个讲到说 就算是全部的人 整个世代的人都邪恶犯罪 所思所想 尽是罪恶的话 神也没有宽容 他整个世代 就借着洪水来审判 再来第六节 又判定索多玛 俄摩拉 将二层寝负 焚烧成灰 而且 上帝的审判呢 不仅是可以全面性的 还可以呢 彻彻底彼的 可以将整个层呢 用火焚烧成灰 过去神说 不再用洪水毁灭 用红做 彩虹做记号 但是他没有说 他不再 有别的审判呢 他可以用火来 请妇 焚烧成灰 作为后世 不敬前人的 见解 索多玛 俄摩拉 被上帝审判 整个城 完全的烧灭 烧毁 什么都不剩 这是神作为 一个 见解 要提醒 警告后世的人 知道神是公义的 他必然审判 所以彼得在这里 举了三个例子 要告诉当时候的 弟兄姐妹说 你看看过去 神的作为怎么做 就是天使原本 有那么样的尊荣 有那么样的能力 神也是审判他 何况是一个人 一个信口雌黄的 假教师 假师父呢 那么就算是 整个世代的人都犯罪 神也没有宽容 神也不会说 哇那么多人 那就算了啦 饶了大家 没有啊 不会因为人多 神就就反 一样整个世代 借着洪水来毁灭 再来就是神的毁灭 我们知道 上帝跟罗亚 立了一个约嘛 就是彩虹之约 不再用洪水毁灭 这个事情 可是不表示 神不审判啊 神还是可以 用火来审判 而且这个审判 是彻底的 整座城 焚烧 城灰 二城就寝负了 大家一听到 索多玛 俄摩拉 立刻想到是 上帝审判的 罪恶之城 第七节 只搭救了 那常为恶人 引行忧伤的 义人罗德 因为那义人 住在他们中间 看见 听见他们不乏的事 他的义心 就天天伤痛 这里前面讲到呢 挪亚一家 八口 他们是传译到的 就是 一直在告诉人 要悔改 要悔改 可是当时候的世代 没有人要听 一直告诉世人说 会有审判 要 进方舟 预备 但是世人 不愿意听从 就好像呢 你们一样嘛 你们就像是 挪亚 就像是罗德 只有挪亚一家 跟罗德 的 家人 他们被拯救了 而 他们在当时候的世代 是少数 跟你们现在一样 努力的传福音 见证神的信实 跟审判 所以看起来 你们觉得 你们现在是 少数的 看起来好像 这个邪恶的势力 当道 看起来好像 恶人在那里 横行 但是神的审判 一定会来 我们从过去 就看到了 为什么现在 神不审判呢 这个是 彼得的思路 所以第九节 彼得就点出来 主之道 这个之道是 注意 上帝 注意关注 大就敬虔的人 脱离试探 把不义的人 留在刑罚之下 等候审判的日子 那谁从肉身 众污秽的情欲 侵犯主治之人 在别的翻译本写作 藐视上帝权威的 更是如此 他们 胆大 任性 毁谤再尊位的 也不知惧怕 就是天使 虽然力量 全能更大 还不用毁谤的话 在主面前告他们 这个 党大 任性 毁谤再尊位的 这个再尊位的 学者认为 这里指的是天使 为什么是天使呢 因为十一节 这里做一个对照 这些假先知 胆大 任性 他们 毁谤 天使 不知惧怕 再尊位的 当然 原来的意思 只是指说 有荣耀的 不过因为 接着下一节 十一节 就是天使 他在对比 天使 虽然力量 全能更大 就是比 假先知 比假教师 比假师父更大 还不用毁谤的话 在主面前 告他们 什么意思呢 别的翻译本 就比较清楚 在对他们宣告 从上帝 来的 审判的时候 还不用毁谤的话 也就是说 上帝审判 这些假教师 借着天使 来宣告 那么天使 还不敢 越过那个界限 如果不是神的审判 天使不敢说 任何毁谤的话 针对这群 假教师 因为尊重神 审判的 权柄 而这群 假教师呢 他们却 胆大 任性 他们高傲 到一个地步 回过头来 到处毁谤 在尊位的 不单单指天使 更是一切的 有权柄的 政府也好 有权柄的人 也好 或者是教会 也好 他们胆大 任性 毁谤 一切 一切 有权柄的 他们不在乎 好不在乎 不知惧怕 当然学者认为 这里更是指 就是 毁谤 这些天使 做一个对照 天使是要来宣告 上帝的审判 他们也都小心翼翼 敬重神的 权威 不敢越过那个界限 因为审判 是从上帝来 可是这群人 毫不在乎 毫不惧怕 他们把自己 当成像上帝一样 到处宣判 毁谤 好 我们再 回过头 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就提到说 一定会有 假教师的出现 我们也说 在 撒旦的伎俩 他就是 要么 邪恶的 逼迫教会的政权 要么 就是一个 错谬的教导 这一段 讲到假教师 怎么样呢 第一个 必定出现 也就是 就是在我们这个世代 也一定有很多的假教师 第二个 这些假教师 是不承认 不敬重耶稣的 虽然看起来是 但是 他们所描述的耶稣 跟我们所相信的耶稣 常常是不一样的 真正的基督徒 是尊荣高举 顺服耶稣基督 相信他的一切教导 那么这些假教师 还会怎么样呢 他会引诱人随从的 他们的动机是邪恶的 他们会在 人的身上取利 他们有一个 自私的动机 他们的工作 是有私心的 那彼得特别强调 神啊 一定要审判 针对这些假教师 神一定会审判的 一定会来的 而彼得 在这里也提醒我们 主要搭救 在邪恶世代中 少数的一员 我们要做对的选择 我们不要像假教师那样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过得不错 好像可以 我行我素 你也看不到 立刻的审判 好像生活的 更令人羡慕 好像更可以 放纵肉体的私语 也没有人管啊 好像也不会有事啊 那少数的这些艺人 在那里 好像又要被人家 闲言闲语 被人家计较 被人家嘲讽 可是彼得说 你们要做对的决定 你们要选择 做挪亚 你们要选择 像罗德 不要像那些 世代的人一样 因为神一定要审判 那我们怎么来 应用这一段呢 按照彼得的说 手法跟教导 我们这个世代 一样也会有很多的 假教师 很多的异端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来分辨异端 当然我也说 我们不要太快的 下结论 听到某一个牧哲 或者某一个教导 我们立刻就 警铃大作 马上就定人家的罪 或者马上就 给人家戴一个帽子 我们也不要成为 纠察队 我们需要思考 我们需要判断 我们需要留意 我想我们这方面要平衡 那我比较是提醒 我们自己 特别我们 做牧养和教导的 我们要提醒 我们自己要更小心 更严谨 要付代价 查考神的话 因为我们也在教导 我们在教导 我们的弟兄姐妹 那问题是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我们所教导的 就百分之百是对的 百分之百是从神来的 这个使我常常 心里面 常常跟上帝祷告 求主保守 求主怜悯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要 向上帝负责的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可能第一步 不是先去判断 谁是假教士 第一步我们先得确认 我们自己 是不是假教士 我回头看 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发现我那时候 对信仰的认识 有很多的偏差 因为我原本在 民间信仰的家庭 所以我把 原本对信仰的 民间信仰的一些 错误的想法 对神的期待 带到基督教里面来 当我信主之后 我也有机会 跟人家分享信仰 就是我现在回头 看我那时候的教导 恐怕很多就是一端 求神怜悯 我们不是说 我们要真的完全懂了 才传福音 才讲 倒是说 我们现在长大成熟了 我们不可以在信仰上 停止成长 我们必须努力不断的 寻求神 在信仰上更多认识神 不至于在认识 我们主耶稣基督上 贤胆不解骨子 我们自己应当第一步 是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的教导 要更准确 更下功夫 求神施恩 求神祝福 让神的真理 在这个世代被传扬 也求主给我们力量 我们选择 成为像挪亚 像罗德一样 在这个世代 坚持的传异道 虽然是少数人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将来 有一个又宝贵 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我们将来 要丰丰富富的 进神的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知道 这个世代 还是会有许多 戳谬的教导 主啊实在不容易 有一些教导 很难以分辨 看起来像是对的 在骨子里 确实错误的 主啊求你在这个世代 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清楚明白 你的话语 能够好好的 做分辨的工作 然后主你也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并非要做纠缠队 主啊而是要 更积极的认识真理 行出真理 传扬真理 你保守我们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孤单 好像整个世代的价值观 跟我们不一样 特别为着下一个世代的学生 青少年祷告 他们面对的处境 格外的艰难 主求你怜悯 让我们在这个不容易的时候 选择向挪亚 继续的传意到 选择向罗德 天天为人的罪来忧心 主啊求你是恩祝福 因为我们知道 你在你里面 主啊你有恩典要赐给我们 知道你必定要审判这个时代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观看